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来到每天单独会主 与神面对面的时刻 我们今天来看 马可福音第六章7到13节 拆遣十二门徒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 拆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 也赐给他们权柄 制服乌鬼 并且嘱咐他们 行路的时候 不要带食物和口袋 腰带里也不要带钱 除了拐杖以外 什么都不要带 只要穿鞋 也不要穿两件挂子 又对他们说 你们无论到何处 进了人的家 就住在那里 直到离开那地方 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 不听你们 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 就把脚上的尘土 堕下去 对他们做见证 门徒就出去传道 叫人悔改 又赶出许多的鬼 用油抹了许多病人 治好他们 十二门徒 是今天我们所有门徒的代表 十二在圣经里面 是完整的书字 因此耶稣要拆遣 我们每一个人 虽然环境不同 但是今天上帝 照样要来拆遣我们 核心的原则 始终没有发生改变 耶稣当年怎么样 拆遣十二门徒的原则 在今天对于我们来讲 依然是没有改变的 我们透过耶稣 拆遣门徒 学习 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地 成为被拆遣的门徒 我们应该怎么样地 服侍神 传扬福音 首先我们看第一点 同工搭配 在第七节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 拆遣他们 两个两个地出去 两个人在一起 非常非常地至关重要 至少不孤单 想去做事的时候 也可以彼此监督 他们也可以彼此照应 也不会寂寞 他们可以成为彼此的 督促者 监督者 在传道书第四章 九到十二节说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因为二人劳碌 同德美好的果效 若是跌倒 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 若是孤身跌倒 没有别人扶起他来 这人就有祸了 再者 二人同睡 就都暖和 一人独睡 怎能暖和呢 有人公圣孤身一人 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 三股合成的绳子 不容易遮断 在传道书的这段经文当中 特别提到了 同工有几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 第一个 就是他们可以共同得 美好的果效 这里面强调的 又分享 因为他们可以学会分享 因为每天的生活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个团队 一个团体 因此在团队当中 才能够学习什么叫做分享 另外一方面 当他们一起佩搭的时候 就可以得到更美好的果效 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就像在圣经里面 律法书对犹太人的祝福当中说到 一人可以赶走千人 二人就可以赶走万人 当二人一起同工的时候 就可以达到整合的效果 也就是说 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 另外说到 当一个人跌倒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可以扶起他 他们可以彼此的帮助 若是孤身跌倒 就没有别人扶起他来了 那这样的话呢 这人就有祸了 我们看到同工 可以彼此成为对方的保护 可以成为对方的眼睛 我们知道在战场上作战的时候 常常也是两个人协同作战 因为我们永远看不到我们背后的危险 但是我们的同伴就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成为彼此的支持者和帮助者 当一个人有危险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帮对方消除危险 还有讲到说 二人同睡就多暖和 当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可以彼此的温暖 彼此的帮助 当一个人感到寂寞 感到孤单的时候 没有人能够安慰他 当两个人的时候 可以常常彼此激励 常常彼此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可以彼此劝勉 最后一方面说到 两个人可以共同抵抗 仇敌 因为我们这条路是一条征战的道路 我们要每天与撒旦征战 与黑暗的权势征战 但是两个人的时候 便可以同心合一地 抵挡一切的黑暗的权势 我们从上帝创造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 神创造的是一个团队 首先创造了亚当 其次就创造了夏瓦 他们两个人可以一起彼此同心 一起彼此陪伴 两个人同心就需要同心 在阿摩斯书三章第三节 二人若不同心 岂能同心呢 我们看到一个团队的核心 合一 非常的重要 也是鼓励我们 建立我们的团队 建立我们个人的生命的团契 千万不要一个人单打独斗 如果你还在一个人过基督徒的生活 那么在这个时刻当中提醒你 一定要加入到团队的侍奉里面 加入在教会的小组当中 找到你的属灵同伴 让我们一起来走属天的道路 第二 我们看目标要专一 八到十一节 耶稣提醒门徒 要以福音为中心 行路的时候 不要带食物和口袋 也不要带钱 除了拐杖以外 什么都不要带 只要穿鞋 也不要穿两件挂子 耶稣为何要吩咐门徒 什么都不要带呢 非常的简洁 精简 并且简朴朴素 耶稣这样吩咐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让门徒 以传福音为中心 不要让带着太多的事物和东西 影响我们 让我们分心 为什么不要带食物和口袋 就是让我们学习信心操练的功课 因为当我们带了食物 当我们带了这一切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仰望神 不会继续地依靠神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 之前有位牧师 他们教会在培养宣教士的时候 他们有特别的训练规定 因为他们知道 把这些人打发到国外 一定会面对很大的挑战 有一次他们教会 就训练一个宣教士团队 他们大概五六个人左右 然后他们就被打发到 一个偏僻的地方 然后只给他们去的路费 没有回来的路费 并且只给他们一部手机 并且说这个手机 不到万不得已 千万不要联系教会 并且也没有给他们一分钱 然后让他们这个团队 就去了那个宣教的地方 大概有两个礼拜的时间 当这个团队 到达宣教的地方的时候 他们刚开始还非常的兴奋 但是过了一天 他们就发现 这个挑战非常的大 因为他们已经 一天没有吃饭了 他们到达了这个地方 人生地不熟 一个人也不认识 他们也不知道 该找谁 让谁来接待 对他们来讲充满了挑战 第一天没有吃饭 第二天还没有吃饭 到了第三天的时候 他们有些人就开始灰心 开始软弱 然后他们就鼓励这个 带队的说 赶紧打电话给教会 我们需要紧急的救援 然后带队的队长 鼓励大家不要放弃 我们现在为晚上的晚饭 做一个歇饭祷告 队员听到 就觉得不可思议 怎么可能 我们已经两天都没有吃饭了 怎么可能第三天晚上 会有饭吃呢 但是大家还是带着 仰望的心 顺服的心 一起做了一个 歇饭祷告 让他们继续地往前走 然后到了一个村庄 遇到了一个老阿姨 那这个老阿姨 看到他们这个团队 然后就说 你们是不是没有地方住 他们说是的 那今天就住我们家吧 然后老阿姨就接待了他们 然后老阿姨就问他们说 你们是不是没有吃饭 我给你们烧晚饭吧 然后他们说是的 是的 多给我们烧一点 然后这个老阿姨 就给他们预备了丰盛的晚餐 然后他们就在这个老阿姨家里面住下来 然后这个老阿姨家里 就变成了接待家庭 然后他们这两个礼拜的宣教 也非常的顺利 最后他们也平安地回到了 自己的教会 其实宣教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需要信心地操练 耶稣就是要操练门徒的信心 因此不要让他们带食物 也不要带任何的钱囊 对于我们今天来讲 我们如果真的要踏上宣教的路 我们就需要学习信心操练的功课 并且耶稣也不让他们带钱 并且耶稣说 只要穿鞋 也不要穿两件挂子 除了拐杖以外 什么都不要带 他们所带的这些都是必需品 因为走路的时候 容易会疲惫 拐杖可以帮助他们 可以让他们更加的 有体力 有灵力 做福音的施工 对于我们今天来讲 为什么我们常常宣教 没有力量 并且我们的宣教也很容易挫败 原因是因为 我们的目标不够专一 有太多的事物 有太多的金钱 地位 名利 各种东西 充斥着我们的人生 于至于我们慢慢慢慢地 被挤住了 就像我们讲到撒众的比喻 荆棘地一样 就被这种荆棘挤住了我们的心 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再去传扬福音 在这里面也是提醒我们 不要被今生的思虑 各种事物 牵绊了我们的心 让我们能够专一在神的身上 专一在上帝给我们的使命上面 继续地传扬福音 我们看最后一点 实情全病 在第七节 还要十二到十三节 耶稣打发他们两个两个出去的时候 就给他们全病 并且在十二节到十三节 他们也实行了神给他们的全病 他们传福音 就有神迹启示随着他们 并且他们可以有全病赶鬼 医治病人 我们看到 全病有两个方面 第一 是福音的全病 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九节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耶稣把天国的钥匙给了我们 如果我们不传福音 将会有多少的人被耽误 多少的人没有机会听到福音 上帝把这样的重任 委托在我们的身上 并且我们拿着福音的钥匙 我们可以打开天上的门 可以让更多的人 进到福音的里面 进到神的国度里面 因此我们的身份和地位 是何等尊贵的 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大使 我们是天国的使臣 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在天上所释放的 神就要释放 我们在天上捆绑的 在地上神也会给我们捆绑 就是能够有权柄 赶出一切的污鬼和黑暗的权势 当福音宣告出来的时候 就有权柄能力产生出来 并且就会有神迹伴随 在第七节说 也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 十二十三节说 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 又赶出许多的鬼 用油抹了许多病人 治好了他们 在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十七到二十节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就是奉我的名赶鬼 说心方言 手能拿舌 若喝了什么毒物 也必不受害 手按病人 病人就避好了 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 后来被接到天上 坐在神的右边 门徒出去 到处传扬福音 主和他们同工 用神迹伴随着 正式所传的道 阿们 弟兄姐妹 透过今天的经文 耶稣要呼召我们每个人 侍奉他 他要差遣我们每个人 到我们的职场上面 去传扬福音 我们在职场上面 不是为了赚钱 而是以福音 为我们人生的使命 我们人生的价值 让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 让我们能够对福音 充满热忱 因为耶稣基督 已经把天国的钥匙 委托在你的手上 让我们能够跟我们同工 学习互相配搭 当我们传兵的时候 神迹骑士就会伴随着你 上帝要透过你 来给你的职场 带来转化 给你的家庭带来转化 给你的社区带来转化 愿上帝祝福大家 我们一同一来 安静祷告 等候神